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地產咪咪客 今天又來到台中了 連續四個禮拜來到台中咧 愛台中 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台中目前線上 房價比較清明的太平區 那其實太平這幾年的行政案還蠻多的 所以能見度很高 那來之前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發現太平區它連續12年 都是人口的正成長區 畢竟這一區已經有生活機能了 加上這個七四快速道路呢 串連各個的行政區 提到太平呢 大家會想到這個星光重化區 不過呢我們今天開箱的這個 金石獎益這個建案呢 它是位在這個機能成熟 開發比較早的一個區域 你看這個生活採滿就蠻方便的 其實來之前我聽到金石獎益這個案名 就覺得蠻妙的 這個案名真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家建設公司 他們從2011年起 所有的推案都是叫做 某某講義什麼什麼講義這樣子 那據說是因為他們慈心長覺得 應該要對購物客講義氣講義語 所以今天就跟我們一起來去看 台中的義氣建築 接待中心到了 旁邊就是建築基地喔 看得出來這邊附近呢 都是這種低矮的透天喔 那未來大樓蓋起來呢 應該是滿醒目的喔 那這個中高樓層看出去的這個視野跟動具 滿開闊的喔 今天沒有專案來幫我們介紹 因為這間建設公司一貫走的 就是一個比較低調的路線 我發現滿特別的是呢 他們從07年開始 所有的推案都是在台中發起來 比較成熟的商圈 真的是這種區域型的建商喔 那這個案子一樣 就是走這種精緻型的路線喔 在這個基地面積大概是524坪的基地上呢 規劃地上15層 地下3層的獨棟建築 產品規劃的部分實在是滿單純的 它全部都是38坪跟39坪的三房 那單層呢是4坪雙電梯 所以戶戶都是邊間 從這個建築模型呢 我發現有一個設計滿貼心的 就是它的公設是獨立在外面這裡 所以像是健身房啊 教儀廳啊 都是在這個地方 住戶在使用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干擾到其他人 我自己發現一個滿特別的點喔 就是它的這個車道的路口 是跟建築它是切開的 那好處是沒有這個車道戶的干擾喔 再來呢它的車道的進出 是分開設計的 對開車組來說呢 就滿加分的 再來呢對這個機車族來說呢 也滿安全的喔 那它的這個車道跟部分的這個車位的地平 都是用這種耐磨耐用的地磚 那也是豪宅等級的這個車道磚喔 接下來就跟我們一起去看看樣品屋吧 這一間呢是三房的樣品屋 那其實全棟的格局都是差不多的啦 所以看這一間就可以了 主要的差別呢是在它的陽台有三種不同的Type 一種呢是在客廳一種是在主臥 那還有一種呢是一般的陽台 我自己是滿喜歡宜居陽台的 這次的公司都已經把綠化做好了 所以其實看出去的那個視覺感真的是很舒服 那它還有一個小貼心的設計呢 就是從客廳到陽台中間是沒有門檻的 是對長輩也很友善的友善宅 接著來看主臥室 基本上呢這三間臥房它的尺度都滿舒服的喔 那它的臥房跟它的衛浴都有開窗 那像這種戶戶邊間方正型的格局 其它的採光通風跟視野都不錯 重點是未來要裝潢的時候空間也滿好運用的 最後再來看一下標配的建材有哪些喔 廚房是L型配置LG人造石台面 不鏽鋼水槽 廚具配備林內的抽油煙機 雙口瓦斯爐 烘碗機 炊飯收納櫃 還有Svago的微波蒸烤爐 衛浴的部分呢全部採用TOTO品牌 主浴還有配置一體成型的全自動馬桶 浴缸 溫控龍頭和四合一的暖風機 最後來幫大家整理一下這個建案的重點 金石蔣義呢它是一個非常以自住考量為出發點的一個建案 它的地段呢寧靜又不失方便 那整個建築設計上呢是住在裡面會很舒適的一個尺度 同時呢它也是太平線上比較稀有的中小型社區 也是唯一同時擁有耐震建築 移居建築 智慧建築 永續綠能 還有無障礙友善的一個建案 那現場的銷售是有跟我們說 購買的客群有來自於附近這個透天幻大樓的喔 而且聽到年齡層的時候你可能會嚇一跳喔 有蠻多是八年級生耶 有來自於這個北屯啊還有這個東區 甚至是彰化這種外溢的客群來買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也是蠻關心它的價格的 金石蔣義呢單價大概是三到四字頭 那總價是1600萬元起 那基地目前已經動工囉 預計會在2026年的第三季完工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還想看更多健安開箱的朋友們 歡迎持續關注我們 我們是地產秘密客 那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掰掰